一千零一夜 第一百四十一夜 夜幕降临沙赫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这位受了伤的切马大盗 加萨尼稍稍停顿之后 接着对卡麦康说 老太婆扎特达瓦西一行终于进入伊拉克境内 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 精神紧张起来 担心一旦进入巴格达 我就难以下手盗马 正当我决心动手盗马的时候 忽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 铺天盖地 过了一会儿烟尘散去 闪出五名骑士 挡住了人们的去路 为首者名叫凯赫达什 凯赫达什这个名字有其含义 意思就是说 他在战场上像雄狮 英雄们在他的面前像床单 一脚就可以踏平 凯赫达什一帮人朝老太婆及其随行的仆人走去 包围之后七手八脚 将老太婆和那十个奴仆全部绑了起来 随后 凯赫达什夺过马江 骑着那匹风锥得意洋洋的离去了 眼见风锥被他们牵走 我心想 我白白辛苦完了 我忍耐了一会儿 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 那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眼见自己被神捆锁绑 沦为俘虏 哭了起来 喊住凯赫达什哭口哀求道 伟大的壮士 无比的英雄啊 你们已经得到了马 如愿以偿了 还要怎样处置我这个老太婆和我的奴仆呢 老太婆一番花园巧语 娓娓动听 还立誓说要送给那伙强盗一匹好马和其他牲口 这些话真凑笑 骗过了凯赫达什 当即把扎特达瓦西就放了 之后凯赫达什一伙牵着马走了 我一直跟着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盯着那匹风锥 终于得手 盗得了这匹跑马纵身安上 抽了一遍 这马费也似的跑去 他们发现马丢了 随即侧马追赶 把我包围起来 向我射箭投标 我伏在马背上一动不动 多亏 这匹千里马扬起四蹄 带我四杀 向流星四闪电带着我冲出了包围圈 因为战斗激烈 我负了伤 再加上三天不曾进食 所以赶到金平利吉 眼前一片昏黑 讲到这里 加萨尼喘息片刻 望着卡麦康说 好兄弟 有幸遇到了你这好心人 多蒙你同情照顾 好兄弟 我看你虽然衣不遮体 但你满面富贵像 你叫什么名字 卡麦康回答说 我叫卡麦康 是杜姆康国王之子 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是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成了一个孤儿 父王生前已经立我为王 但是因为年幼 由一个无道之辈代为摄政 出乎常理的是 摄政王取而代之 当上了国王 我却被赶出了宫门 卡麦康一口气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全部向 加萨尼讲了一遍 加萨尼说 你出身帝王之家是真正的王子王孙 日后必大有所为 成为当今天下第一英雄 你若能把我扶上马坐在我的身后 我可以把你送回家 让你保享金世荣华 更得来世富贵 我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假如我死在路上 这匹宝马就送给了你 因为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匹良居 卡麦康说 凭安拉启示 假如我能把你背回家 我会毫不迟疑 假如我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会自愿将我的财产分给你一半 而不会提出要这匹宝马的要求 因为我是个愿做好事救人于危难的人 谁为别人做一件好事 安拉就会为他堵住72道灾祸之门的 凯麦康下定决心把加萨尼扶上马背 凭借着安拉莫柱 终于把他送回家去了 加萨尼说 听你稍等片刻 加萨尼合上双眼 摊开两掌 仰面念叨 我正万物非祖 唯有安拉 我正洪汉摩德是安拉的使者 加萨尼已经为死做好了准备 随后欺然的引用道 英代奴仆刻薄 浪迹四方流 时间不停的流逝半生 贪于酒 平日素爱盗马 为此不怕搏击流 毁方舍拆马救 非法勾当 无息断头 我的嘴太大了 说出使人发怒扫手 沃兔是匹千里马 如今已经到我手 大愿告实现 牵着宝马 快些走 盗马是我平生好 不管身子藏于何处 一心既就凭孤汗 壮志一筹 加萨尼赢霸师 双眼一合 口一张 大叫一声 告别了人间 卡麦康就定挖了一个坑安葬 加萨尼之后 凯来凯马面 仔细观察那匹风锥宝马 喜出往外星象 真是一匹千里马 就是萨山国王的御马 旧里也不会有这样的良拘了 流浪途中 卡麦康从商人们的口中听到了 关于萨山国王与佟丹宰宰相之间发生矛盾的消息 卡麦康出走之后 宰相佟丹及半数以上的军队不听萨山国王的指挥 而且他们说 只有卡麦康才是他们的国王 基于这一信念 佟丹宰相带上一大批人马到印度群岛 白白尔人居住的地区和苏丹国去了 他们在那里招募了大批军队 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 看不见头和尾 他们发誓要打回伊拉克 谁反对他们就把谁杀掉 不迎回卡麦康登上王位 他们绝不刀枪入库 卡麦康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萨山国王得知 佟丹宰相帅的众多人马出走 不禁骇然大惊 立即沉浸在幽丝的海洋里 此时此刻 萨山国王想到了卡麦康 希望他回到自己的身边 用好言好语和小恩小惠 笼住卡麦康的心 让他担任自己手下的军事统帅 以便扑灭刚刚燃烧起来的造反火焰 卡麦康从商人口里得知这一消息 立即策马回返巴格达 萨山国王正在宫中坐立不安 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听到卡麦康回来的消息 马上率领巴格达的高级官员去迎接卡麦康 巴格达城里人们也走出家门 去迎接他 卡麦康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王宫 宫仆们立即把卡麦康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他的母亲 寡母听说儿子回来了 不禁欣喜若狂忙去看儿子 母亲看见儿子一把 将儿子搂在怀里 拼拼亲吻儿子的钱额 卡麦康对母亲说 妈妈就让我去见萨山国王吧 他对我有恩厚深情啊 见卡麦康骑着宝马回来 大臣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匹宝马 更不晓得又该如何描述马背上的那位英雄骑士 他们对萨山国王说 国王陛下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骑士大英雄 萨山国王听爸忙走了过去 向卡麦康问好 卡麦康看到萨山国王走来 立即站起来 走上前去亲吻国王的双手和双脚 然后把那匹宝马当作礼物送给了萨山国王 这匹宝马名唤风锥送给国王 请国王笑纳吧 萨山国王表示 欢迎说道 欢迎你我的孩子卡麦康 凭安拉起事 因为你几天不在 我真觉得天低地寨海 优思满怀赞美安拉 你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家中 萨山国王转脸去看那匹名叫风锥的宝马 一眼便认出了那匹宝马 因为当年他与杜姆康国王一起包围军事坦丁宝石 就见过那匹马 当年卡麦康的伯父舒尔康总督就是在那里遇难的 萨山国王对卡麦康说 假若你的已故父王见到这匹宝马 他一定会用一千匹马来换他 不过这匹马已经荣归其主了 我已经收下这份贵重礼物 现在我把这匹马赐予给你 因为只有你最配得到这样的宝贝 唯有你才是骑士英雄 萨山国王下令给卡麦康取来华贵金炮 赠予他又把宫中最大的宫殿让卡麦康居住 还给了卡麦康大脸钱财 对他格外敬重 让卡麦康感到宽心快乐 萨山国王之所以这样行事 原因在于怕出现宰相同单率兵讨伐国王的后果 卡麦康非常高兴 耻辱感为之烟消云散 卡麦康进了家门来见母亲 他问母亲我堂姐她好吗 母亲说平安拉起事 孩子你出门之后 我一直心绪烦滥无暇顾及你的那位心上人 母亲你快去他那里一趟 我很想见他一面 这种想法对于一个男朋友来说 都丢了面子呀 妈不能去 免得给你招来灾难 我不去他那里 也不向他转达这种话 卡麦康听母亲这样一说 立即把盗骂贼萨尼告诉他的那个消息 对母亲也说了一遍 还说老太婆扎特达瓦西 已经进入伊拉克 正向巴格达走来 卡麦康又态度严肃的对母亲说 那个名叫扎特达瓦西的老太婆 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正是他 毒死了我的爷爷 害死了我的伯父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写着恨 说吧卡麦康离开母亲 去找一个名叫塞阿丹娜的老太太去 塞阿丹娜是位经验多 见识广多谋善断 而且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 卡麦康见到她把自己的近况 以及对润仙姑娘迷恋的心情 向老太太想了一遍 求老太太去见润仙一面 老太太说我这就去 塞阿丹娜离开卡麦康 向润仙归房走去 老太太和润仙姑娘谈了一会 把卡麦康的情况告诉了她 姑娘答应一夜半时分来见卡麦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 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赫扎德戛然止声 大妈感谢大家订阅观看 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